農委会预告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 禁止以游戏、娱乐等目的进行动物赠品交换 一旦修法通过 夜市捞鲸鱼等游戏将触发 消息曝光之后不少摊伤都反弹 農委会也在昨天晚间出面解释 将优先管制天竹鼠还有兔子等哺乳类动物 置于捞鲸鱼和捞乌龟等会先暂缓 也会持续的征询各界意见之后再讨论评 暂时不用担心到夜市不能捞鲸鱼了 因为农委会预告的动保法修正草案上演大逆转 现在受到管理的对象 从鲸鱼、盖威、兔子和天竹鼠等哺乳类动物 马规的预告阶段本来就是广征 大家的一个意见 包括各利害关系人的一些看法 其他的动物或是物种或场所 其实这部分必须要有社会共识 才能去做一些管理 农委会解释 这会先以兔子天竹鼠这类哺乳类动物为率先限制的对象 至于鲸鱼和乌龟仍是在讨论范围之内 会持续搜集各方意见后再讨论评估 但对于先前有业者反抢 为什么民众不能捞鲸鱼 反而能钓虾 农委会强调因为虾并非脊椎动物 原本就不在动保法的限制范围之内 脊椎动物的一个脊椎神经是比较发达 会感觉痛绝 那优先去确保这一类动物的一些福祉